一个专调查破坏环境和侵犯人权事件的国际组织 全球见证Global Witness 早前乔庄成想要在沙拉越州买地的外国商人 深入调查后 制作成一部短片 指称沙拉越首长太义家族和生意伙伴 通过法律漏洞滥用法木执照 这部16分钟的纪录片中 出现多个暗中拍摄的镜头 内容描绘太义的两名表妹 太义生意伙伴许如恒的家属 及一名代表他家族成员的律师 向乔庄成商人的调查人员解释 他们如何和太义关系密切 容易取得准证 而且外国公司可以如何通过各种机制 控制本地股东 这部短片也描绘 太义家族成员通过成立空壳公司 连交获得州土地 然后转手卖出以谋取几十倍的暴力 短片的内容也写是 太义的家族成员以及律师 教导这名乔庄的调查人员 如何利用海外交易 规避产业税及躲开法律约束 这部短片目前已经上载到全球见证的网页 全球见证暗中拍摄的录影也写是 也是许如横直尔的Billion Venture代表律师 Huang Lung Ong 透露 要获得太义掌管部门所发出的执照 就必须支付大约执照总值的10%佣金给太义 不过Huang Lung Ong 较后否认了全球见证的指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